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容除了保留原本的民属 风水 奇闻 医生等的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的新闻外 还增加了政治时事的严肃 务必让整份报纸的内容更加的多元化 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 新生活报也在2016年创立了网站 新生活I like post 我们现在看着的就是爱生佛的Facebook专页了 大家记得去like和follow 感谢大家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了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就是有关系到数字和风水 很多人都会问数字和风水都有关系吗 原来你真的奇怪 我们用的数字跟我们这个风水 真的能够扯上关系吗 其实 数字在我们的生活中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都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从我们出世的第一天 我们就有那个出生日期了 我们也说是八字 我们的第二本 那么我们会在那天出世 肯定这个老天爷给我们的这个日子 这个年月份 甚至到这个时辰 一定有他的这个意义的存在 出世了之后 我们长大后 有了身份证号码 我们在学校也有学生证 工作证号 全部都是以数字来代号的 再来我们有了手机 手机肯定有这个手机的号码 那么这个手机号码非常的独特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 会碰到同名同姓的 一个名字 但是绝对不会有 一样的 同样的手机号 大家认同买 再来我们买了新家 这个物质也有他的这个 门牌号 脱离不了关系 那么你看哦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数字以我们的生活 的日常生活中 是存在了我们不能够理解的 那种关系 所以你看 从我们一出世 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结了分后 也有这个身份证号码 有这个结婚证的号码 到我们离开的那一天 都有这个号码 代数着存在 所以你讲从我们的这个生活 艺术这个数字 对我们是不是牵引着 很多很多的这个关系 那么我们今天就从我们的 这个生命树开始 生命树呢 张老师这边呢 就以这个 我们就也看出了 三角形 你看 如果我们配合了 我们会拿到我们的 根的数字 我们的成长的数字 从这个生命树中 我们可以了解 我们的性格 我们的格级 我们的强势 弱势在哪里 同样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数字当中 去理解我们家庭成员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父母 朋友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 伴侣的关系 我们都可以从这个 输入当中呢 去了解 比如说 如果我们从我们的 我们会问 我们要如何印象 我们的什么数字 我们只要找出根数字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你只要拿出我们的 树生日期的 日 夜 年份 把每个单数字 相加起来 变成最后一个单数字 比如说 比如说 OK 21号 10月 2021年 21号 10月 2021年 我们把每个单数字 都相加 20号就2加1 等于3 10月就是1加0 等于1 2021就2加0 加2加1 就等于5 然后就把它相加起来 3加1加5等于8 如果加出来有两位数字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再相加 变成单数字 那么这个单数字呢 就是我们生命数字中的根数 这个根数呢 影响着我们的这个 生活的 我们的性格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自己 我们才能够了解别人 生命数是非常容易学习的 它不同一些时下的数数 比如说指挥啊 八字啊 我们需要很多的精神跟时间去学习 生命数 如果我们用心去学习的话呢 一般上没有一两个月时间呢 我们就能够掌握的相当不错的这个火候了 那么如果大家有相加自己的数字的话呢 张老师就简单的 从1解释到9 我们的这个生命数的格级 比如说我们相加出来 我们的根数是1号的话 1号就代表领导 领导 那么呢 这个领导的气势是非常强的 那么可是 因为领导关系 气势关系 那么他的朋友呢 可能就不多 他比较孤独 那么1号呢 就是这样的气势 2号呢 2号就代表聆听 沟通 2号像我们的耳朵的 他代表2 所以2号的人呢 需要多面的聆听 不是他沟通不行 他要多聆听 才来沟通 3号 3号是一个特别行动快的这个数字 3号你看 当我们去主办赛跑的时候 我们会1 2 3 go 就是1 2 3 跑 所以这个3号属于行动派的 和属于行动派的同时呢 他有他反面的一面热 因为他的脾气会比较的坏 会比较的索性子 脾气来的比较不好 会比较急性 来到4号呢 4号就代表这个人呢 是比较稳定的 4号代表一张作者有10个脚 那么就代表他是需要稳定性的 也代表策划 代表稳差 来到5号呢 5号呢 他就在中间 他左右都有数字 他在中间 那么这个5号呢 就代表目标了 可是5号的人呢 又非常的固执 可是固执同时呢 他又左右为难 因为他只要在中间啊 那么6号呢 6号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数字 6号就是财富 谁不喜欢财富呢 所以6号就代表财富 使命中有6号的人呢 他的财富管理的一般会比别人来得比较强势 比较会有管理财有道 7号 7号也是很多人非常喜爱的一个数字 7号代表贵人 可是很多人往往不能理解 其实7号呢 有时候呢 往往是别人的贵人 那么8号呢 8号我们代表责任压力 看到8号我们写的时候 他会跑回原位的 就说他会走回原点 所以他时常会呈现给自己的压力 因为他的责任感非常的强 最后呢 就是9号 9号呢 代表一到九嘛 他成功了 也满了 所以9号也代表成功 也满 那么你了解你的生命数字了吗 当然如果你要了解更深层的话 或者在以后的机会呢 我们可以深入的共同研究 其他格际的这个组合 那么 从生命数字中 我们这个都叫先天数字 因为我们不能够更改的 这个我们一出世下来 这个父母亲 老天爷给我们的 我们叫先天数字 另外一组呢 先天数字就是我们的 这个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也非常的重要 现在我们2000年出世的孩子在马来西亚 他就有身份证号了 所以这个身份证号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身份证号码是不能更换更动的 所以我们也称呼为先天定数 也是命数了 他不能够更改的 那么身份证呢 我们一般上是看他的五年的音试 每一组号码有五年的音试 看整个格际的话呢 他分为前20年跟后20年的这个20年大运 如果分别呢 从马来西亚这个身份证的这个数字来看呢 我们一共有12个号码 如果你去留意你的身份的号码 一共有12个号码 那么前6个号码的格际呢 就代表我们前20年的这个数字词上的格际 后20年呢 他就代表我们20岁以后到40岁的格际 那么40岁之后看哪里 40岁之后呢 就看整组了 那么整组里面呢 我们就从大型意境的角度来分析每一个组合 那么老师简单的讲解了 有关系到这个八星这个组合 比如说如果是 有一三的 三一的 然后有这个六八八六的 大家可以做记录 七二二七的 四九九四的 就是天一数字 天一数字听也好听 也知道这个是吉祥的数字 再下来呢 就是生气的数字 生气的数字呢 如果有上过这个课程的都知道 生气的数字呢 包括了 14 41 76 67 28 82 39 93 这个就是生气数字 生气数字不代表它是生气 它代表它是生气勃勃的数字 所以有这个组合的数字的人呢 他一般他是比较热观 比较看得开的 好 生气之后呢 我们就是 延连 延连数字呢 这就是关系到这个事业的 有延连数字的呢 一般上他的事业性会比较强 那么延连的组合代表 有什么数字呢 就是1991 1991 1991 然后呢 就是78 87 34 43 26 62 这一类呢 四个组合呢 就是关系到我们的这个事业组合的数字 再来呢 就是腐位 腐位呢 就是什么 贫富不动的 这个是黑马的号码 在等待机会的 腐位 他身为腐位 腐位呢 就是两个数字呢 是同类似的 就是 112334455 66778899 这个就是腐位的 腐位叫做等待 等待机会 再来 我们就看 该我们讲的就是比较急的号码 当然有急就必须有凶啊 那么凶呢 有什么呢 凶呢 我们就看 一来的就是无鬼 一听无鬼呢 就知道不好了 无鬼呢 有一八 八一 七九 九七 然后三六 六三 二四 十二 这一类似的组合呢 大家可以特别的去留意 因为在张老师的很多个案当中呢 都是因为这个无鬼数字的组合呢 影响了我们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应识 明明那年应识很好的 可是因为拿错了组合 因为跑到了这个数字磁场 他的应识呢 无端端端的会掉下来 那刚才就是无鬼的组合 再来呢 就是祸害 祸害一听就是不好了嘛 祸害呢 就关系到了这个病痛 口才这个号码 关系到小人的号码 祸害有什么号码呢 祸害呢 就有这个2332177146649889 同样的他一样有四个组合 9889同一个组合来的 2332同一个组合 177同一个组合 1664同一个组合 那么我们可以了解到 如果我们的车牌 有这一类似的组合呢 他的意外交通呢 会特别的多 或者呢 他的车呢 会无缘无缘的比较容易坏 都有这一类的情形 再来我们再讲 最后一组 比较扶面性的组合呢 就是绝命 绝命就是这个人很拼搏的 很敢做的 如果他的车牌有这一类似呢 他就非常的是闯红灯的 然后呢 容易接到这个滑款的这个组合了 绝命呢 有1221377348849669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一类似的组合的绝命呢 我们的在这个交通的方面呢 要非常的注意 因为他不按这个规矩呢 来使用这个车的 那么你看 如果张老师刚才讲的数字呢 如果在你的身份证号码里面呢 有这一类似的组合 比如说有比较浮面的 你需要注意的 如果有祸害的话 你需要注意健康 有无缘的话呢 他的变化会比较大 工作比较不稳定 有这个绝命的呢 很拼搏 都喜欢做投资 想赚快钱 这无比就是变化了 如果有天衣 生气 严练的 一般上呢 他的倾向会比较好 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个呢 如果这个组合的数字 在我们手机里面 他就会影响很大的 因为手机 对我们的影响 非常的大 我们现在的人都大量的用这个手机 那么他的频率 整动的时候呢 肯定会以我们身体的磁场 产生一种互动的关系 比如说张老师 很多年前就有一个个案 他的手机号码后面呢 是1088 1088呢 就是说 他的事业变化很大 他的婚姻呢 一般上呢 都不留意 那么这一类号码 如果是在后面的话 对于他的 他的影响的严重性呢 更加的激烈 更加的强势 那么张老师 这个个案呢 很多年前他也找了老师的时候呢 就是他面对他的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然后慢慢的经过了解之后呢 就把这个手机号换了 他的硬势也跟着起了 也因为这个手机号 他跟老师 跟张老师呢 更加的接近 然后也邀请张老师呢 过去他的这个 他的家乡 去调整他的风水 在东马的 在东马 张老师也有很多故事在那边 那么从这个数字呢 他慢慢建立了他的失业 那么到今天呢 他的失业是非常的大 人也贵了 也慢慢的增加 这个就是手机号对我们的影响 如果你们手机号后面有1881的7997的 1221的 1221代表你的开销非常的大 喜欢投资 他就会影响很大 再来你看了 我们就从生命数字的角度来看 就是在这个上个 上个月吧 13号11月 新生花报呢 就有灯看了 这个 有关系到讲到这个生命数字的 这个真实的这个个案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前面有一个 这个呢 就是从他的 这个小孩子呢 的生命数来看 然后呢 这个小孩子呢 这个 他的父亲呢 来找张老师的时候呢 要起这个名字嘛 就起这个名字 还没出现指导商的事了 要做准备 所以等他出事的那一天呢 就配合 就拿了这个日期 就配合好了这个名字 然后把这个名字交给他的同时呢 就有跟他讲 这个小孩子呢 要注意他有这个亡胆病 亡胆病咯 为什么会看到亡胆病呢 这个就是从他的八字 还有他的生命数字里面 看到的 当然很多人都会问 那么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 是否都一样会有亡胆病呢 这个就不一定了 这个不一定了 只是当天的磁场呢 他的倾向会比较的强 那么很多人都会有疑问 不可能吧 那一天出生的人都这么多 其实呢 从生命数呢 是有一个比较高级的 这个运算的方法 那么今天呢 张老师就在这里 跟大家透露 原本呢 这个运算法呢 是张老师完全没有透露的 就在这里跟大家接个言 因为张老师知道 在现场也有很多张老师的一些 同学啊 学生啊 或者是一起研究这个输出的 那么很多人很奇怪 为什么张老师的这个生命数字呢 运算的方法呢 跟别人不一样 那么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么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接个言 张老师透露这个生命数 不为人知的避免 他的运算法非常的特别 很多人讲 生命数字 少了时辰啊 他只是用年夜日 那么同年同日的 同日出生的人非常的多 不可能会有同样的因子 对 这个是正确的 可是我们的父母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父母的出生日期 都是不一样的 你的父母 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 出生的日期是不一样 那么如何运算比较准确的 有关系到这个孩子的性格 尤其是健康方面 张老师一般上比较注重这个健康 因为我们的健康很多是遗传性的 那么谁遗传给我们 都是我们的父母吧 那么张老师就会拿 这个爸爸的出生日期 妈妈的出生日期 把他们的出生日期 跟这个孩子的这个出生日期 相加在一起 那么整个三角形的这个公格呢 整个三角形这个公格呢 你就会看出了 他特有的这个特殊的健康的状态了 那么从这里呢 张老师从他原本的隔绩就有这个倾向 在从他的父母的这个生命数字 闻合在一起的时候 一样有这个信息同步的存在 那么张老师就可以肯定地跟他讲 这个小孩子呢 他是先天出生的时候呢 会带有这一个防胆病的这个症状 开始这个 这个父亲呢 也不太相信嘛 因为小孩子出生日期 是非常的健康 不可能吧 如果你们有看这个新闻 这个报纸 新生活报的话呢 你们就会注意到了 其实是 应该是出生的第四第五天吧 这个孩子就防胆病了 后来就读书200多 然后非常的 然后就非常严重 一下到失败就要进医院了 进医院之后呢 然后过了两三天还不能够 把这个防胆病的这个数字呢 调下来 那么这位爸爸就很紧张了 就就直接在WhatsApp 现在都是用WhatsApp网友来见面 那时候也是在MCO的时候 然后就WhatsApp找张老师 张老师就给他答方案 那么张老师 其实也是从他的生命数字里面 找出这个方案的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 必须要你的生命数字 找出这个方案 这个生命数找出他的方案 如果了解生命数的人呢 都可以看出一些门端吧 那么张老师就指点他了 在他的东方呢 加一盏眼睛灯 那么这个就是从风水里面入手了 不可能是数字了 就配合风水里面入手了 这个就是生命数跟风水的关系 那么叫他安排一盏眼睛灯 要放三车高左右 然后要24小时都开着的 那么那个时候 还是在MCO的期间 这个爸爸也相信 他就马上去联络 这个卖眼睛的老板 可能那时已经 之后我是过了好多个月 他来打谢张老师的时候 才知道的 他就是在那个情形之下 就联络了那个老板 然后呢就七八点完 到八七八点 那个老板在等他的 就把这个眼睛灯交给他 那个价钱还蛮贵的 一位是最后的 最后的这个关店的时间 他在跟他拿的 他拿之后就马上在他家安排 就是在这个东方里面 安排了这个眼睛灯 那么很奇怪哦 当天晚上第二天 这个小婴儿的 他的这个王达的这个毒素 就降下来了 没几天他就出院了 其实这个事故张老师也忘记了 是他在多个月之后 来找张老师喝茶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才透露这个消息的 也非常感认 他愿意分享这个信息 给张老师 让张老师知道 我们做的是正确的 所以你看生命树 与这个风水 其实都有它的 牵涉的关系在里面 我们一样能够在生命树里面 看中你家中的某种某种的 这个风水的布局 对你不利的 一样的可以 很多时候我们从八字 也是可以看到 从紫围的素素里面 也是可以看到 其实从生命树当中 也一样有这个功能 而且非常的容易去理解 非常的容易去操作 当然这个要经过一个时间 去磨练 去体验这个过程 你就能够掌握在手中了 你看这个就是生命树 跟风水这个关系 那么你看到我们风水 其实我们风水 我们从疫情 我们有先天树 后天树 其实都是用数字来讲解一些 有关系到我们的风水的这个关系 尤其是用奇门 奇门你看他在做这个奇门正法的时候 然后他需要到这个用这个数字的量 来去操作他的这个阵势 比如说之前赵老师有分享给大家 关系到这个青龙的布局 还是这个飞鸟蝶蝶的布局 都会这样准备一些东西 然后要敲多少下 敲多少下 在不同的时间 在不同的这个时程 跟这个日子会敲多少下 这个就是跟数字有关系的 你看他把它结合在一起 他必须要把这个数字这个量数结合在一起 才能成形那个阵法 那个风水 所以数字与风水 真的是有这个关系存在的 所以当你了解到之后 他的不奇怪 讲破了就不值钱 原来是如此的 那么 同样的个案 他的这个父亲之后 他的拿了一辆车 一辆车里面也有三个 你看这么巧合 他生的这个孩子的deauburn 在三车里面是有三个二的 他买的车牌也是有三个二的 你看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形 这个叫做信息同步 那么三个二 张老师就从疫情的系统里面去断 刷二为对挂 对挂就是为损坏 那么张老师告诉他 你这辆车曾经有碰撞过的 可能里面有损坏过的 他买的是二手的 然后他讲 他很熟悉这个车 没有这个问题 过了就不理他 然后过了多个月 他就可能机缘巧合 就在这辆车的这个 这个修理的中心 就拿这个车去做检查 真的发现到 他的车真的是之前有碰撞过的 你看就是这么巧 信不信 就由大家去做决定 所以有时候数字呢 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是深深的 在于我们的互动者 只是我们不了解 可是不了解不代表它不影响你 大家了解吗 讲了数字了 手机号了 车牌号了 门牌号其实也蛮重要 门牌号一般上呢 张老师呢 就会以这个八星的组合来解释 门牌号的主要代表整个家的这个关系 一般上呢 比如说门牌号是36的 18的 81的 63的 79 97的 一般上这个家庭的感情生活呢 会比较不好 如果 如果有 比如说好像有 91的 19的 他的比较 事业性会比较重 如果 有病情比较多的 或者是这个家的健康比较不好的 曾经比较体质没有这么好的 就有这个 类似这个 96也是 98 89 17 71 这一类似的组合呢 这牌号呢 都代表这个家的健康不好 可是如果这间家 是历史 讲师的 就非常棒 所以数字 没有一定的 完全的好 也没有一定完全的坏 是看 对应到谁 你的行业 你的性格 你的格级 对得到的话 他就对你有好处 因为 98 89 17 7 代表口嘛 还是代表是非 也代表 这个 这个 小人 可是如果你是用口 为行业的话 这个数字呢 就追你有帮助了 比如说 老师 讲我的 48号 81 可是如果你做的是 这个遗乐的 你做的是命理的 他是可以用这个组合的 而且会 会帮助到他的实验 所以数字没有一定的好坏 是看 是谁去操作 是谁去硬做 这个组合 那么老师讲解到这里呢 接下来呢 就公开给大家 问一问大家 有关系到大家的 神明数字或者是车牌号 门牌号 以及这个手机的这个号码 大家 大家可以发上来吧 有关系到这个数字的 OK 感谢大家 老师就等大家的这个数字呢 要了解到这个神明数 或者是这个门牌号 车牌号 或者是这个个人的这个手机号呢 都可以把它发上来 然后 Live4的主持人呢 就会给老师知道 我们就 就看到谁的 就讲解谁的 接个言 等着大家的这个互动 等着大家的互动 什么数字是招财的 数字一般上招财的 其实我们要看内级外级 那么内级外级都有分 一般上外级我们别容易看 外级就是刚才 赵老师讲的 一般上天一的 跟神器的数字呢 会比较招财 可是这个只是偏向一般 然后要跟神路的 我们就要从这个 疫经的挂窑的像素呢 去解读这个组合 因为招财组合 我们要看 比如说一山三一的 会比较西想 还比较招财的 他叫财富嘛 天一叫做财富 6886的 我们都很喜欢用 对这组合呢 所以比较容易的 是随着招财的这个组合 可是你的配合前后的数字 他必须要配合的对 然后他的内在的这个组合呢 就叫文贺 文贺到他的这个组合呢 他就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棒的 在这个招财这方面 车牌8959 8959我们就看 8959呢 就是说他是主这个口才的 如果这位施主呢 如果你是从事教师 讲师律师的话 8959呢就不错了 如果不是的话呢 一般是呢 可能你一上这辆车呢 就是讲话 讲个不停 因为他足口啊 可能皮脚会比较不好 比较容易有整治 8959一路讲个不停 那么从这个数字里面 跟我们的风水有什么关系 你可以去验证 该那一位 那一位小姐 8959 那么呢 你可以去看 你现在去看 我们叫做 他可能可能会 会换官司 会换官司 是非的问题 那么要如何去验证呢 你可以在你家的这个 你家的西方 西方或者是西北方 是不是有破损破裂 或者有东西损坏的 有白色灰色的物件在那边 或者是有水 有厨房 或者是冲凉房 在那个地方 你可以去验证一下 如果正确的话呢 就代表这个数字的 这个磁场呢 是正在着影响着你 而且呢 这个是一个 我们讲 比较容易让你破财的 让你亏损的数字 一般上呢 如果在2017 18 19年呢 可能当中呢 会比较不顺利 破财的 那这三个年份呢 会比较大 你可以去验证一下 接下来还有吗 1828 1828我们叫做 这个是 这是绝命 绝命神器的 无鬼神器 1828 这个数字蛮凶的 蛮凶的 蛮凶的 那么呢 它就是天哲理的故事了 那么一半呢 就是 无鬼变化很多 这两色呢 可能呢 比较 比较这么安全 可是你又不觉得怎样 因为1828 你就比较看得开 就算有事情 就算了吧 它有这样的情形 一般上呢 1828呢 可能你的宗教信仰会比较强 它有这样的关系 然后要如何去前解 这个 要如何去验证这个 车牌号呢 1828呢 你看哦 信息同步 不过这一次呢 是在西北方跟这个北方 西北方跟这个北方 同样的有这个水的信息 水的信息呢 也代表了这个黑色的 灰色的这个东西 或者是有这个厕所 冲凉房 或者是我有这个东西呢 在那边 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然后这个呢 也跟官司 是非有关系 不过直接的没关系 会安慰自己 这个就是1828 所呈现的这个 能量磁场的这个解读 门牌号223 这个是凤林小姐 223呢 就代表这个 我们讲 抚慰祸害 这个呢 就对本身的这个 比较多事情 比较多事情 然后呢 感情会比较不留意 如果从疫情角度来看 疫情角度来看的话 感情会不容易 因为它是折风大过 过容了 会有离异的现象 如果之前住的不好 再住回这间家 还是会发生比较不好的 而且要注意健康 除非你是从事这个 保健的行业 它就不错 它还好 如果你是从事这个 口才这方面的 还不错 要不然它就会呈现 比较浮面的东西的 是非口角 家里挣扎比较多 大家的话题都不能够融洽 都会有这样的情形 还有吗 还有别的数字吗 应该还有时间 27号SK 通常影响家人 哪方面的问题 27号SK 一般上 它是从外界来看 它是蛮不错的 我们叫做天一的组合 那么这个是小天一吧 每个发行数字 也有很高级的 中级的 低级的这个能量 那么27号SK 是比较低的 这个天一的这个能量 那么这个组合 对家庭的人士方面 它就我们叫做 折三弦吧 那么这个挂 这间家人 可能会有一些 曾经是比较有灵感的 灵感的 那么对家庭的关系 家庭关系要互相的谅解 因为它互动的关系 会很敏感 所以大家讲的话题 都要很小心 这个要去注意 所以他可是这间家 他的人际关系 在外的人际关系 又非常的棒 因为是吹挂 是非常的棒 可是因为他动挫 遥热 可是就是说 他的贵人 有时候往往就是 不能够持久 就变成了小人 在家里的关系也是 有时时好时坏 原本是很好的 可是因为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越持越大了 越持越大了 这就有这样的情形 再来 还有吗 车牌号码 3862 然后是二号人 二号人 我们讲二号人 我们讲他是要沟通 要聆听 二号也有九个组合 那么二号代表 扣头聆听 那么3862 3862就说 这个是属于六杀 六杀天衣 引领的 那么这个组合 一般上 你的事业可能偏向 这个人脉的 或者是属于美容液的 美容液 或者是比较 就讲 美容 人脉 这一类似的 他以这个为主 可是 天衣 大的天衣在中间 小的 这个严年的 这个事业 是在最绝极 所以有时候 你要使很大的劲 才拿回这个 小小的收获 变成你的付出 跟你所得到的 这个收获 都不能够成对比的 还有这样的情形 而且3862 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 至少 你就会有两个以上 的这个对象 因为他关系到一个 桃花 一个正桃花 他就会有这样的情形 那么我们从 从风水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就类似是佛地经 这个蛮不错的 试验会搞得很好 可是他的收入都不成对比 他有这个情形 那么 可是还又动错遥了 动错遥了 也就是说 你的事业曾经 有在某个时间 这个事业 跑入了 最低端 可能垮了 但是你还要再重新 开始 他就有这样的情形 因为他动错遥了 动错遥了 就比较不好了 然后他的框项也比较不好 这个要非常 持续留意 还有吗 门牌号 一号 一号 一号就说 一马代表一 为前挂 为前挂 这个一号的蛮不错的 一号蛮不错的 可是这个前挂我们要注意 这个前挂 如果你的家 你的家前面 如果是向西北方的 或者是向西方的 他就蛮不错 如果他是向南方的 就要去注意了 再向南方的话 就要去注意了 可能他就会 就会纳到不同的气的 如果家里是有安 这个神的话 只要注意这个神台 纳气的这个位置 非常的重要 一般上 这个一号的人 因为一号 就说代表你的家 可能就是边角物了 所以他在纳气方面 你要非常注意的 如果这个神台位 纳的气不对的话 就不行了 因为南方 如果里面像南方的话 左边就是东南 然后这边就是西南 所以如果神台位的布置 的地方 方位不对的话 他就会拿出去 就会影响 整间家的风水 这个关系了 这个一号的 要非常记住 一号 门排号67 电话号码是1233 因为没有电话码 如果我们看整组的话 会来得比较详细 后面四个字也是可以 1233就代表 这个绝命祸害 会影响健康 健康会比较不好 可是你的门排 他又这次号 你又觉得我有方法 我看得开了 这个健康 我看得开了 没关系了 我就慢慢的去调理 他有这样的情形 那么67的话 如果问的是女士的话 他就要注意跟他家伯 跟他妈妈的关系 一般会比较不好 虽然他是神器的智商 可是67在某种情形之下 他与我们的长辈 尤其是女性的 他的关系会比较这么 不会这么融洽了 那么你的手机号是1233 我们叫做绝命祸害 说你很敢讲 很多事情很敢讲 讲了才算 我要讲就讲 而且你要讲的东西 就是我不管时间地点的 我要想 我想到什么 我就讲什么 他有这样的情形 那么这个 我们从他的挂项来看的话 你在家可能你的厨房 或者是你的客厅 他就一种水火虫的现象 你去留意一下 可能你家的厨房 对面可能是雪柜 可能是水喉 就可能有一个地方是黑色的 一个地方是灰色的 对面是红色的 欧灵色的 紫色的 他有这样的情形 从这个数字 我们去看你家的风水 他就会有呈现 这个同步信息的症状 当然如果有这个水火虫 我们必须要去解决 9309 9309我们叫做神器的数字 一般上 不管什么吉祥的数字 张老师都不鼓励大家使用零的 因为如果零用错的话 它的影响力就非常的大 比如说这个神器 神器我们叫做贵人 就算为贵人 309变成贵人不见了 就是说可能你之前跟你这个朋友 跟这个贵人关系很好的 可是久就知道这个朋友 这个贵人变成是你的敌人了 他就会呈现这样的情形 那么这个隐藏着 原本是一个健康的数字 可是用了久的时候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去注意 这个我们可以在他的家的这个东方 东方及这个南方 东方跟南方你去注意一下 可能在外面的话 可能有一些树木 种的花草草 那么在南方也有这样的情形 可能南方有这个墙壁有破裂破损 或者是有损破的这个电器 在哪一个方向 你可以去留意 如果这个是印证的话 就是说代表这个数字 这个磁场已经影响着你家的风水了 SK车牌号1166 1166我们这个就是代表六杀磁场 也代表感情 代表人脉 用得好的话也不错 它就是你的人脉的组合 如果你应用的不好的话 这个就是感情纠纷的数字 而且用这个车牌 它的要求很高 然后它的细臣要求要很清楚 说好不好就拼人而已 为166 这是代表六杀的车场 那么感情可能多姿多彩 讲的好的是多姿多彩 讲的不好的话 就是淘化太多了 那么我们如何要去验证这个数字呢 那么它是11668 对了 那么这个呢 一般上它的感情都会比较不顺 左右都有桃花 如果是还没结婚的话就OK了 如果是已经结婚的话 就要注意这方面了 不是说它一定会影响 如果我们的心念够强的话 我们的意念够强的话 就把这个桃花变成我们的贵人 也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去验证这个组合的 这个1166人这个磁场呢 我们可以看 在你家的这个西方 对只是西方还有东方 西方跟东方呢 就会有这个白色 金色或者是 利器啊 剪刀啊 刀指啊 这一类色的东西 白色银色的东西 或者是时钟 有在这个西方 或者是在东方这个位置 如果这个原型的这个钟 这个钟是原型的 是在西方的话 可以接受 如果是在东方的话呢 最好就把它移开 尤其西方或者西北方 对你家庭的这个意识呢 会比较好 要不然如果是已经结婚的话呢 这个时钟 如果从这个画像来看呢 他就对长者比较不利 如果这一位车主 如果他的 他是结婚了有孩子的话 那么就对他的家的长者呢 就会影响到了 可能他的长者会比较满教 比较黄皮 比较 比较不听话吧 比较有性格 就可以这里吃了信心 Sky的车牌号是5478 这个蛮不错的 这个还可以接受 5478是从刚才到现在 这个是唯一还比较合格的 这个车牌号 他其实他开始是不好 可是到最后呢 这个车牌蛮不错 然后呢 这个车牌号 到近期吧 近期可能近期在这个 两个星期三个星期里面呢 可能有一个小财进来 你去留意一下 可能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车牌 可能是正业 可能是正业 正业的事业的这个财 或者是一些偏财 很财 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那么我们可以留意什么呢 如果你有买一些小赌鱼 买一些分子的话呢 你要去注意 如果这个 一到的数字有9 有1 有3的话 你去留意一下 或者在你的 在你的工作的地方 或者这个贵人的 电话号码有193的话呢 可能这个人 会带给你一些事业上的帮助 或者你有灵感的话 可能在偏财那方面呢 会带给你一个小小的彩印 可以吗 这个condor的 对 condor的就会比较 对 它的会比较特别 它的1 27 跟5 从 疫情数字来看 1 27 5 这个是投资组合的 不知道你是属于 投资型的人吗 可能你会投资很多的这个 外卖啊 游会啊 或者是这个 money game的东西咯 它有这个这样的情形 一般上 这一类的主根呢 它有这样的情形 而且 可是这个是用 大钱赚小钱 所以要很近注意 要很近注意 那么我们如何去验证呢 你可以看到 你家的这个 南方跟东方 可能有厨房 有厨房 有电器 有火的东西 有红的东西 在这两个地方 东方和南方 如果我们要看 不是说一定好 也一定坏 要看这个火的信息呢 是哪一类似 如果它文和的话 就OK咯 如果是厨房的话 厨房如果是在南方的话 就不适合了 如果是在东方的话 不错 合格 可以接受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 你倾向哪一方面 我们就知道 它要如何去解决这个方案了 如果是在南方的话 就对家庭里面的 成员的健康了 要去注意的 会影响到第二的女儿 或者是会影响到小女孩 她的眼睛 眼睛的局面 都会有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问题 所以你看 数字和风水 其实除了它 我们看它是 完全是两件事情 可是当我们把它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它有信息相关的 这个信息同步存在的 还有吗 应该还有一些时间 门牌1359 这一类式的数字 如果我们从外籍来看的话 就蛮不错 从外籍来看就蛮不错的 这个哈马三五九 我们叫做贵人的数字 可是如果我们 更深入来看的话 它的贵人 没有这么有利 总是前面帮他 后面就放手了 就说贵人变成 不是他的贵人了 因为他是 佛水未及 就是不能够成事情 那么我们如何去验证 这个数字呢 我们可以在它的南方 及北方 南方跟北方可能有白色 有白色 有黑色的一类式的物件 白色就是比如说有时钟 有代表时钟 白色的时钟 或者是有利着 有剪刀 利器 刀的这个东西 或者是有 南方 北方 有这个厕所 厕所或者是 它的这个水龙喉 还有在这个方向 来期验证下 如果验证准确的话 代表这个数字呢 已经进入你的家庭的 这个风水环境 还有吗 门牌号670向西北的 这个就比较详细的 这个就比较详细的 像西北670 我们叫做也是贵的数字呢 今天你看信息通过来的就是这个组合了 那么同样的67 如果是女性的话 你要注意跟母亲 或者是你的家婆的关系 婆媳关系要照顾好来 那么他向西北方的话 西北方如果他向西北方 不过因为是有零 如果没有零的话会比较好 那么有零的话呢 就是说你要注意到 在2018年2019年 2018年2019年 如果是你的家是像西方 或西北方的话呢 这两年你就要超 就会比较 就讲经济方面 会比较不顺利 经济方面会比较不顺利 可是在已经过了 你可以回去验证下 到底这个组合呢 有没有影响到你这个门牌 如果这个门牌 如果你的厨房是在西南方的话 因为他是属金嘛 在西南方的话 厨房在西南方的话 他就非常的旺 所以你看到门牌 不说你拿到这个组合就一定好 我们还要对应你家里面的这个情形 如果他西南方 他就火旺 这个土就会生这个金 因为这个组合呢 在八星里面呢 他是属金的组合 金的可是他又带着 土的关系 他就会有火生土的关系 就是火地近的 如果你家厨房是在西南方的话 然后又是这个门牌的话 一般上会比较旺 当然我们也要看 我们的对应期在哪里 那么应验期是在哪里呢 应验期就要看我们的第二步 第二步我们就可以看 每一年他的流年印识 再来看整个组合的 这个身份证号码 前20年是什么大印 后20年是什么大印 那么跑到什么印识的时候 他就会比较顺还是不顺 然后再看这个家里的这个八卦的情形 我们看这个十二十二的地址 再来去断他的流年印验 在哪一年 什么事情发生在哪一年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数字 配合这个八卦去印证 我们所发生的这个事情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OK 我们就看这个最后一组的来自 Chung 6066 电话6066 你看后面6066 它是呈现符位的 那么如果可以知道前面 六的前面是什么数字的话 他看的会更加的 知性会比较多 6066一般上 如果我们只看6066 就代表这个人他的思想比较不稳定 比较做东西会决定不来 可能晚上的睡眠也非常的不好 想太多了 他有这样的情形 如果本身的磁场在跑着 负害六杀的时候 有类似这个16619889 1881的时候 在对应这个6066的手机号的时候 别忘记了 老师还没看前面 是对应这个6066的时候 它就会有呈现比较优异的状况 如果本身跑出流连不好的音色之后 就会有一些轻微的 这个优异症的这个问题了 这个要去注意 老师只讲到这里 因为前面的 还有这个八个数字 八个数字 还有六个数字还没有去印证的 然后再看你对应的流连 如果有类似 这类似比较普遍的 类似186116 或者是98的这个数字 应验到它的 应验所发生的年份的时候 它就会有类似的情形发生 如果你在讨证133114417667的话 这一类似的情形 就没有这么的明显 好了 我看 今天应该没有了 我们就分析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 祝大家生活愉快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